我前两天又看到你们家心仪出来买东西了 不是说带回老家了吗 她之前打电话来说在老家闲的话 正好这不是以南又抱了俩吗 两口子忙不过来 就让心仪继续回来带孩子 怪不得 我说那怎么又看见她回来了 小姨 我看你这买的也不像是给俩小孩吃的呀 我们家那个最能读书的博士毕业了 这两天刚回来 这要给她接风洗尘呢 那个哈佛的是不是 你们家呀真是人才济济啊真是 好了就这些了 你挣挣看多少钱 二十一块五毛 都是老邻居了给二十就成 我刚刚还看见你们家 颜希跟安芝走过去呢 你要是走快点还能赶上他们 那谢谢了啊 钱给你打过来了 微信到这二十一块 好嘞 慢走啊 颐颐你嘴上有奶油 我来给你擦 好 你 你们 大舅妈 大嫂 我还给你们两个买了水果 大嫂 大嫂 小五 你们两个 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段时间了 你该不会 你 你 你该不会在她还没成年的时候就 大嫂 这怎么可能呢 那就 你们的事我不会跟你大哥说的 你自己找机会吧 今天晚上我就说你们有事 不来了 换一天 那 你让我好好想想 爷爷 我们走吧 好 水果拿去 我和你大哥吃不完 行吧 大嫂 那个 还有什么事啊 我们 想去成都走一走 你们 算了 你妈也哪玩哪玩去 大舅妈 我们去成都 你又没有什么要在机场免税店买的 还是安知懂事 暂时没想到 等舅妈想到再跟你说 那给你买瓶莱博尼的眼霜吧 哎呀 还是你可爱 小巫 你那是什么眼神 去去去 赶紧回你们家去 嗯 好 那我们走了 这都是什么事啊 大嫂 你急着找我怎么了 嗯 隔几天 颜希和安芝要出门旅游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他们带的 安芝回来了 哎 这两个人还去旅游 是啊 他们感情不是挺好的吗 可不认呢 感情可好了 你说的感情好 是我理解的那个感情好吗 大嫂 就是感情好的意思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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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你是不是知道了 嗯 嗯 哼 是不是我知道的那个啊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那个 是不是我知道的那个 那个 我去问三嫂 盛南也知道了 严淑姐 有些东西需要您看一下 坐 这些照片在哪里拍的 看样子是在成都 之前我看有人 在网上乱传颜希和身边的姑娘 有不正常的关系 我觉得有必要给书记看一下 您看之后怎么做比较好 一派狐言 这个姑娘也是我们家的孩子 什么在一起 都是无济之谈 谁都知道这不是真的 但是这个东西吧 传久了终究是不太好 都是不识的消息 就不要传播了吧 好 明白 这个事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行 我这就去处理 麻烦你了 booth 我这真的知道是不会 传播了 我这就在寻找 我这就在不让悦 你们看爱 我这就在那里 我这段 Morning 我这就可以用 我这就在哪儿 我这就在乱吊 我这就在下午 怎么了 没什么 有点睡不着 好不容易来趟成都 天天下雨 没关系 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呢 姨姨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吗 会的 有个被慵懒的比喻 又二三五和又二三八 是一对南酸梨的同位素 每一千个又圆子当中 只有七个是又二三五 其余的都是又二三八 就像我们一样 安逸分开 听听听 我可听不懂那些术语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淘淘真可爱 你也可爱 喂 小五吗 大哥 怎么了 你这两天回来一趟吧 有事情找你 好 怎么了 我们得回去了 我以为还能再待两天 以后还可以再来啊 我们还可以去很多 别的地方玩 只要跟你在一起 咱们 大嫂 这是淘淘从机场 给你带回来的礼物 安芝有心了 这还有一堆落高模型 是淘淘给俊俊买的 今天安芝怎么没过来 路上累了 我让她在家休息 对了 大哥 这是淘淘给你带的领带 就小安芝给我买礼物啊 你呢 不给大哥买啊 得了吧 有礼物收就不错了 又不是过年过节的 孩子读书回来 省着工资给你买礼物 这份心意就够了 安芝是很乖 没错 你还记得老关吗 就我那个老战友 我前几天跟他通电话 他的小儿子在康奈尔大学 我跟他说了 咱们家安芝也在那边 地方差不远 要不介绍他们两个小的 认识认识 这 我说你这替人做媒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呀 这有什么呀 他们都是年轻人 在异国他乡的 互相照顾照顾 那是再好不过了 老关的小儿子 我虽然没见过 不过老关家教养孩子 还是不错的 年纪呢 也就比安芝大一点 大哥 不用了 什么意思呀 现在早就已经 不流行相亲了 逃大的事 你就别操心了 小五 你跟我上楼来 这 好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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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动这个老狐狸 就会套话 你们这简直是在胡闹 你们赶紧断了 不行 我们断不了 我已经决定要和桃桃在一起了 这是错的 这不行 我绝对不允许 我根本就不需要你的允许 大哥 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 难以接受 但是请你理解 我和桃桃是认真的 我真的想和他在一起 在一起 你们能结婚吗 能生孩子吗 他能给你什么 你能给他什么 还有 这孩子 这孩子是你养大的呀 我知道 我也犹豫过 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 我爱他 大哥 我是真的想永远和他在一起 我没有办法想象 有一天他不在我身边的日子 我不管 你不跟他断了 那我就只好去找安芝了 大哥 我不会跟他分开的 我们已经 无论如何 我都要对桃桃负责 你 你也太 你 既然大哥一时没法接受 那我给你一点时间 我先回去了 你明天过来一趟 你明天过来一趟 你明天来一趟老宅 对对对 到了以后也不要问你们大嫂什么事 直接上二楼 到偏庭来 那你是什么事 你不要觉得 咦 你不要感谢 回来了 礼物他们都喜欢吗 他们都很喜欢 我还以为你睡了呢 等你啊 我还没洗澡呢 家那边还好吗 没什么事 放心吧 这是三 三 不是十三 你 你看你这几家二年级 闭着眼睛都能做出来 妈妈 闭着眼睛是看不到字的 它做不出来 闭嘴 大嫂 李希 大哥找我 我先上楼了 好 又发呆 做完数学后 把语文课本再背一遍 妈妈 再敢反抗 等会儿不给你吃冰激凌 赶紧坐 大嫂 大嫂 你们三兄弟今天是有什么密谋吗 没有 怎么可能呢 大哥他 他就是叫我们来 这个 联系一下兄弟感情 聊聊天啥的 去吧 二龙 好嘞 没事 你做完这些就可以玩了 冰激凌在冰箱里 大哥 这 千真万确 小五他都跟我承认了 这 卧槽 卧槽 怪不得 我就觉得他们之间怪怪的 我还以为自己想多了神经兮兮的 现在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卧槽 坐下 楼下你大嫂还在 老二 你怎么看 嗯 其实都是女性倒也没什么 可怎么偏偏是安芝呢 唉 就算不是安芝那也不行啊 大哥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男同性恋也很多啊 我叫你们两个来 是想商量怎么劝他们两个断了 不是来听你们说同性恋群体研究的 呃 这 虽然我觉得他们在一起 有些问题 但这毕竟是小五的人生啊 就是 更何况 我们就算说了 小五大概不会听我们的 啊 由不得他 他们两个怎么不想一想 他们在一起 我们要跟孩子们怎么说 这以后称呼要怎么叫 还有 这件事情要是被爆出来 小五的工作就完了 大哥 有您在这儿谁敢曝光小五的私生活 小五也不是啥流量明星 最多猜测而已 再说了猜测也没啥 现在大众接受能力很强呢 是啊 是啊 再说 孩子也能接受吧 我认为啊 不是问题 所以说 你们都是赞同的了 呃 我中立 我 也好啊 可能 习惯就好了 你们跟我出去 你们两个 这事先不要跟你们老婆讲 毕竟这是老阎家的事 你这话什么意思 老娘嫁给你二十年 还不是严家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走走走 我快走快 严毅东 我辛辛苦苦跟了你二十年 你个杀钱刀的 我没想到你居然是这么看我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没法过了 没法过了 冷静一点 喂 哎 盛南 亲爱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嘿嘿 我不能说 不就是安芝跟小五在一起了吗 你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在我身上装了窃听器啊 你真可爱 你别小糊弄我啊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好啦 我还在上班呢 回家说 啊 要是你都知道了 那 那二嫂 哎 大哥叫你去做什么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呀 还装傻 老婆 我刚把俊俊的作业都看了 呵呵 呵呵 嘿嘿 嘿嘿 老婆 玩我也洗了 呵 呵 二楼晾着的衣服我也收了 啊 没碟 我待会儿就去点啊 呵 唉 唉 老婆 你跟我说句话嘛 哎 哎 唉 唉 你 我说那句话没有别的意思 就 我跟你坦白说了吧 小五跟安芝好了 啊 如果你说这个的话 我早就知道了 你 你早就知道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这不是你严家人的事情吗 我插手干嘛 唉 算了算了 这事你就别管了啊 我来处理 我来跟小五说 唉 好啊 你原来还是把我当外人啊 唉 小童 言以动 你混蛋 唉 我也是担心小五 他们两个女孩子 家里没有一个男人怎么行啊 又怎么不行呢 这 没点社会基础 这 这怎么结婚呢 小五告诉我 树安芝很优秀 可能还要申请博士后工作 到时候就能留哈佛任教 博士后 他才几岁啊 以博士后的身家 去哪接个魂不都是很容易的事吗 唉 这孩子也太聪明了 那是 现在科技要孩子也容易 或许没孩子也可以啊 你看依依和乙兮多好啊 这 我都不可以 你肯定是吗 我肯定是吗 你肯定是吗 你肯定是吗 我肯定是吗 你肯定是吗 我肯定是吗 可真是巧 我也今天没什么事 就到学校来走一走 怀念学校的食堂了 我可以坐这儿吗 没事 坐 师姐变化好大啊 是吗 变漂亮了 谢谢 工作了吗 我现在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 这是我的名片 师姐真厉害 都坐到总监了 也没有那么厉害 不像你是搞科研的 重点人才 我就只会读书做实验而已 没有师姐厉害 你 你在波士顿要读五年是吧 有没有想好以后回不回来 还是就待在国外了 是啊 姨姨 她是想我出国 还是回来呢 国外的条件呢 会好一些 不过 现在国内的也不错 你做决定 也要考虑男朋友吧 不好意思 我还在学校 要去老宅吃饭吗 那你来接我吗 好 男朋友 是我喜欢的人 晚上来接我回家吃饭 真好 那我送你出去吧 不用了 她开车过来 我该回去了 很高兴见到你 再见 再见 我不是约了师姐哦 我本来过来找萌萌 但是萌萌好像不在 然后出来就碰巧遇上了 我有跟师姐说我谈恋爱了 师姐还以为我交了男朋友 以上 没有别的了 我都还没问你呢 你心虚个什么劲啊 爷 爷 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一次 大嫂你今天手机真好啊 最近肯定是一件好事了 安芝 哪有什么好事啊 三九九 高过来一下 快来了 依依你嘴真甜 大舅舅 二舅舅 坐下吧 你和小谷的事情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 我会好好照顾她和爱她的 我以后都听她的 工资也都交给她 都听她的 三桶 安芝呢 二婷 应该是被你大哥叫走了 大哥叫她干什么 二婷 跟未来的妹夫谈话 二婷 你大哥总得做做样子 放心了 他不会对小安芝说重话的 那也太久了点吧 你大哥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不要担心 还有 你们那个和谐吗 这代表着 严小五是个兽 我不玩了 我上楼去找她 如果真愣工兽的话 我才不应该坐在这里 爷爷 爷爷 你们聊完了吗 我要带她回去了 说完了 塔塔 你先出去 嗯 大哥 你是不是也有话对我说 就怕你不听 只要你不反对我们就行 我不反对 我只是想提醒你 你可比她大多了 所以难保她以后爱上别人 会跟你分开 我早就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那就好 我也没啥说的了 嗯 那 就这样 去吧 唉 就这个脾气啊 不嫁男人也好 没关系 不嫁嘛娶一个也行啊 大哥 你就当小五娶老婆了呗 唉 要是小北在 她也会同意的 他也会同意的 嗯 哦 哦 大哥 嗯 我可以先洗联系的裤子看吗 嘿嘿 不行 她穿了尿布呢 嗯 嗯 你孩子不能随便摸的 香哥 妈妈要我们都要疼妹妹的 妹妹好不容易才来我们家 小北 她为什么要来啊 她可以不来的 现在我们两个不是最小的了 小男不能这么想 我们是哥哥了 你本来就是哥哥 还是大哥 你现在也是哥哥 她真可爱 可妈妈说 妹妹以后要到别人家里去的 我不想她去别人家 我们把妹妹永远留在家里吧 好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平衣相外相依共开余生春花秋月 等到病变白雪兑现这一生之愿 回望岁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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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我们天 怎么了 等我拿到博士学位 你是想要我回来吗 你的意思呢 如果你习惯在贝城生活 我可以回来找工作 你不想申请哈佛的博士后了 你更重要 在我心里 你最重要 我希望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业 其他的一切 都不用操心 那么你跟我走吧 我想要跟你登记结婚 你愿意吗 我兜里有点东西 你替我拿出来吧 我并没有想要你 去过我 你会在这一切 我愿意 我愿意 你会在这一切 你会在这一切 我愿意 你会在这一切 降临 温暖所有曾经 闭上眼睛 心跳悄然也动不一 所有回忆 不决意都是你 芳华逃离 借一米微笑 沾尽 轻搭着一声与你相依 不知恶定未来 不管是情是地 我的怀抱 都只会属于你 春今秋去 看着霜雪落满地 也可算白手不离 请握你温暖的手心 我们会白手不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